为了迎接新的一年,草屯阵容会维持往年的传统,举办进山健走活动。 从城府将军庙出发到平顶大张树,除了沿途捡食垃圾维护环境外,在大张树下也有团康活动相当有趣。 预备开始。 来到大张树休息玩团康游戏,不仅要让农会员工运动神心之外,更要拉近同事之间的情感与相亲力。 设计一个团康活动。 进山上来到这边有个趣味活动,大家都玩得还蛮开心的,而且有奖品可以换。 然后可以从中学习一些稻米标商,稻米的知识,那很感谢草屯农会这边的帮忙。 大家都聚在一起,运动一下,等山这样,我觉得也是很好。 藉由一年一度的进山建走活动,能够让农会的员工们抒发身心,提升工作效率,在新的一年继续为农民服务。 藉由新年,新的开始,凝聚大家一个向心力,那在未来的一年能够为草屯镇农会带来更好的业绩。 除了连续向心力之外,那我相信我们草屯镇农会未来的业绩一定能够蒸蒸日上。 草屯镇农会连续多年都举办进山建走活动,目的除了要维护环境之外,最重要的是要提倡农会员工们正确的户外休闲运动,适时的放松身轻才能够提升工作效率。 接着六盛草屯采访报道。